梁妮妮的珊瑚实验 酷酷小平的实验 是 欢迎收看酷酷兄弟 裴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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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大滴管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字的滴管 它不是 它不叫滴管 这个叫做什么 量杯 量桶 量桶 对 量桶 它可以量到500 对 超高的 正常 大杯 告诉大家一些小长字 如果一样是500 你觉得是这个比较准 还是这个比较准 这个也有分准不准 有 它这边你看也一样有写500 我觉得长的 细细长长的 对 聪明没错 所以它叫量桶 它专门是在量 我们要液体的体积 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吗 没有 因为它本来就有不同的功用 像这个它可能就是没有要这么精细 但是我们可能只是要一个大概 了解 但是如果你要量得很精细的话 比如说通常看水位下降多少 上升多少 就你看它的刻度就比较小 它变化的速度比较快 不是 就是它变化的刻度比较小 你会观察比较精细一点 对 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跟油有关的实验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最简单 跟家里面有关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快倒 对不对 要吃火锅 然后现在我旁边我们来煮的那个火锅料 比如说你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我们先把这肉丢进去 你看这肥肥的肉 你会不会担心吃它的时候很容易 我们现在好像那个美食节目 我先开火 开火 好香喔 我们先把这肉丢进去 Fanny 厨师 请丢肉 好 丢了肉进去之后 你看刚刚那肥肥的肉对不对 是 然后跟我刚刚前面已经煮的肉 你会发现到它上面其实浮了一层油 油 那有时候我们吃很多东西的时候 其实冬天很怕胖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那你有记住记得去吃火锅店的时候 有时候饮料它就帮我们加冰块 对 这时候你可以拿冰块来做一件事情 冰块 把这个油快速的捞起来 如果你要捞油你就怎么捞 用这个滤网 它都会附个滤网 然后你就在那边捞油 有些火锅店都会附这个滤网 如果你煮太多肉之后 就可以拿那个来捞 把一些上面那个渣渣给捞掉 好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去的火锅店 没有滤网的话 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百用的东西 我都是这样子用一点点 对 我其实以前也是用这个样子 在以前就是 就会捞出很多汤也把它捞出来 这样子弄一点点 然后觉得我捞好多油 对… 撈掉然后倒掉 今天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记不记得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比如说喝啤酒 或者是喝饮料的时候 它会有冰块 我们把冰块放进去 冰块 犹豫到冷的时候会怎么样吗 会 会觉得它会抖 会觉得不太舒服吧 因为它原本油油的 然后突然很冷 不知道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仔细看 这样不就帮汤降温了吗 没有 我们也不用到降温 我们就只要把它给 放在 啥 佩老师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吸油 对 吸油 可是吸油 这样可以 佩老师 你有碰到 你没有碰到冰块 有 我有碰到… 一点点 一点点 你感觉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我努力地想要知道它在哪 有耶 感觉它有… 这就感觉好像你把这锅汤放了 大概十个小时 你再去看它 好 我们先来看下面 有耶 变成了很多耶 你看下面就是吸了这么多油 出来了 Oh my god 然后刚刚不能吸 是因为它已经有点满窄了 你看这么多 好恶心喔 把它插进来是不是好酷 好的 是的确蛮恶的 对 这个可能如果你是要用吸油脂去吸的话 可能要花很多… 要花很多张 很多张吸油脂 我现在其实就教大家一个省钱的方式 太省钱了吧 就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特别去买吸油脂 你自己玩玩看好了 给你们玩 剩下的可以你玩玩看 你把它绕个一圈 把剩下的油吸一吸 我们在家里只能吃这种… 超多油的火锅 冰冰的火锅 想要去我了吧 这个是指你要就是把它收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冷掉汤 好像说明天想要再继续喝 对… 然后你家里有没有吸油脂 你就可以拿这个用一下 你冰块丢进去了 大概 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超恶心 他已经快去完了 已经去了大概八成油了 对 这个已经去了八成油了 你看这个 这是锅糖 你看你这样吃下去 就这么多油在你身上 我们怎么吃了那么多油进去 对呀 这样以后谁敢吃火锅 阿奇要不要试试看 你确有点… 其实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油了 所以应该… 应该没关系了 这就是一个 去油的好方式 是的 可惜没有办法运用在人的脸上 你是多想帮我去油 这样你会冻伤 这样子就不用买稀油面子 你也太省了吧 冰箱袋都可以去油了 我干嘛还要稀油面子 是 四喉对不对 第二项实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大烧杯庄小杯杯 大烧杯庄小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 我为什么依稀记得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这个实验 你都把它变不见吗 不是…今天不是要做变不见 是吗 我们要做那个浮起来的球 我们仔细看看 我还以为… 天啊… 这样子也太骗通告费了吧 我现在要倒酒精进去 这个是酒精喔 老师刚好提到浮起来的球 是杯子要变成球吗 不是杯子变成球 等我一下 这必须要摒弃凝神 好 我们先来看 会有什么变化好了 那个小二 那个桌子有点脏 我真的在插了 好 等我一下 老师手比较残一点 不好意思 好 刚刚知道的是这是酒精 是… 好 这是酒精 然后我们把它 让它 先乖乖先让它 沉在这个地方 对 沉里面好 接下来我们来放水 你还记得酒精跟水水比较重吗 酒精跟水比较重 酒精 对… 那个水比较重 水比较重 水比较重就很好 酒精会在上面 好 看一下 中间这个是油 刚刚那是油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结果 好 嗯 感觉产生了 一些很神奇的变化呢 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太大的差距了 沉里老师 还没还没 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水跟酒精 还有一点 融在一起 融在一起 要等它们一点慢慢分开之后 我们还没有分家 为什么沉老师一口气全部倒下去 因为这个实验需要一点点耐心 我没有耐心 它如果太快的话容易让它 会… 会冲散 然后就变成要等… 要等那个现象要等一回 可以 可以看到我眼睛 又连我们动作已经这么轻了 它还要等这么久 就代表说如果 我们很粗鲁地做的话 它可能一下子就 全部闪掉 可能要等一个小时吧 嗯 有了… 有吗 刚刚跳起来一下 好像快跳起来而已 有了… 有看到它那个球浮起来 那个油浮出来 它是变成像是圆球一样 瞧瞧耶 对 好猛喔 然后它就是浮在中间的样子 对 好可爱喔 其实液体你们知不知道 在太空中 我们的水浮在空中 无重力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水球的样子 有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想像 我只是在创造一个 在液面里面一个无重力的状态 看似无重力的状态 所以这里面的油浮在中间的时候 它就会… 你看这边有浮出一颗 对…好可爱喔 好治愈喔 好像那个水中史莱姆的感觉 是… 是不是… 怎么这么可爱的东西呢 可以摸吗 可以…你可以摸摸看 可是其实它就是液体 对…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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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爱的啦 看不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有感觉吗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对不对 我感觉你在摸水啊 你摸摸看… 真的吗 就是在摸水 你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觉 你有感觉到摸到什么感觉 没有 是因为看了摄影机才知道你有摸到它 对啊 你才知道我摸它 可是… 对 其实液体跟气体 我们其实很难可以… 可以用肉眼看得到 它的劳动是什么样子 好有趣喔 是不是 这个时间真的太可爱了 对 所以你其实在家可以来玩 玩一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其实很有趣 所以现在这里的状况是 游了饼重 刚好介于水跟酒精之间 水跟酒精之间 对… 真聪明 对 好 叫什么 怎么了 我特别觉得我讲对了一件事情 我刚刚倒太快 所以其实水跟酒精有点混合 如果等一下再等久一点的话 它就会在那个水跟酒精的中间 对 对 第三个实验呢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 玩什么 接下来这实验呢 我们来玩这个 大凉杯 大凉桶 其实这是在派对的时候可以玩 我就把它搬 老师你的派对是不是属于那种科学派对 每个人都带那个什么凉杯凉桶 什么东西进来 我们都是什么 喝饮料 没有啊 他们都是用这个喝的 你今天喝了几汁啊 我们先来加一点水 300而已 300而已 帮你们加一点水 等一下让你们自己加 好 好 那一样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实验 就是小苏打跟柠檬酸 又是小苏打跟柠檬酸 我们等一下也是要用小苏打跟柠檬酸 来做一个有趣的事 你会不会觉得小苏打和柠檬酸非常外用 超好用 对 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实验呢 是好 我先示范一次 嗯 我们先加 先加柠檬酸 加三尺 三尺柠檬酸 加的大小其实没有差别 那阿神也可以跟你做 好 好 阿倩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这边吗 我喜欢个蓝色 蓝色 好 这个主色给阿神 我把它逼进去 再逼 感觉有点像尿尿的颜色 跑到厕所神器就是类似的声音 我帮你多刀一点好了 好 谢谢 尿一点 是有点像 尿了300cc出来 那应该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尿了 你是用黄色 好吧 因为等一下我们是要用油 所以看不太出来吗 会看不太出来 你要不要考虑加一点红色 要不要 红成黄 要不然这叫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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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会变橙色 不是 看到没有错的话 应该变橙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还记不在这里面加了什么 水 水 小苏打 没有 柠檬酸 柠檬酸 小苏打我们最后再加 好 它现在变成红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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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色之后呢 接下来就来加 武力老师 我弄武力老师 油跟水还记得会怎么样吗 分开 聪明 好 阿谦你力气比较大 你把它倒进去 好 倒 这个跟刚刚的时间不一样 不需要很小心 就倒就对了 就倒就对了 你就不要把它弄倒就好了 你只要不要把它弄倒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有点贵 要倒多少 就大概倒 也倒 跟水量一样也可以 老师你帮我扶着 好 我帮你扶着 你说挺 好 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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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上面那个好漂亮 对 有点像是海洋的颜色 好美 是什么东西啊 好 先这样子 好 好 我们先倒这样 然后 阿神给你倒 你可以把它倒高一点 等一下就会看起来 那个视觉效果比较好 这一瓶真的很酷 来咯 这一瓶 这两桶真的变得超酷的 再倒多一些 再倒 再倒多一些 你可以倒到满了 不好意思 好 阿神要不要多倒一点 我也多倒一点吗 我帮你倒 好 我帮你扶着 完成 好 接下来呢 最神奇的一颗 让你们来做 这帮我盖起来 你等一下我们翻 没有意外的话 又是加上了小苏打粉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它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然后呢 当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大量的二氧化碳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气泡 然后呢 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 发泡锭 丢到水里面的感觉 就水 好 来 给你们加 好 你们可以一口气加多一点 没关系 好了吗 一起吗 用倒是不是 好了吗 好 3 2 1 这也太多了 太多了 我没有看到它就像是有那种 那种外面有一种叫做熔岩灯 它就会 好美喔 这东西 而且你的泡泡就是会有颜色的 有看到吗 它会不会满出来啊 不会 不用担心 多会个毛啊 好可怕 真的 你这样晚上我以为是讲爆炸 这样还好啦 小爆 小爆 小小而已 它很快就消下去啊 它很快就消下去 不用紧张 对 我觉得这两杯很像是那种 什么调出来的饮料 这边就是那种 发泡的柳橙汁 好美喔 这东西 什么什么海兰 什么东西 有个名字 什么酒 要是我在野外看到这个东西 我已经不会靠近它 你们刚刚那个小苏大 其实加了它是有点太多 如果加一点点的话 它其实是很优雅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这样起泡 我们现在太粗鲁了 我们现在是狂野 那你们是狂野派 我的海苔 然后这个爆也不会像我们 我刚才讲你的 我刚才误以为你刚才说的爆 就像我们上次那个 那个飞机的那个一样火焰爆 因为现在这是开放式的 所以它不会这样噴开 它就是 最后就是这样溢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很漂亮 对 那做这个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用红色或黄色 其实会看不太出来 你最好就是用这个 它会有 泡泡颜色 油的颜色 然后跟你那个水 那个水的颜料的颜色 对 那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放在旁边 它可以一直很亮 可是我的比较像熔岩的感觉 我觉得你一定要红色才会比较像一点 熔岩的感觉 佩儀老师你要看荧幕 有啦 对 是不是很美 真的超级美 这个好棒 我喜欢这个实验 是 老师你刚才说这个可以维持多久 这个大概可以维持个 两分钟吧 十分钟就很了不起 就看你加的量 对 看你加的量 好 今天这节节目 关于油油的实验 就到这里完结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还有新闻新评论的Tag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guys Bye Bye